下篇 杀上病情 池上明 云破月来 花弄影 这杀就是沙滩嘛 沙滩上有病情 什么叫病情呢 就相依相伴的情了嘛 不是形单影子的 也就是说不是那种很孤独的鸟 孤独的水鸟 而是成双成对的水鸟 所以杀上病情 池上明 什么叫池上明 就是这个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了 池塘上面已经有夜幕了 池上明 云破月来 花弄影 刮起了小风 因为刮起了小风 所以云就被吹破 云被吹破了之后 月亮就露出脸来 有了风 有了月光 所以花就弄影 风吹着花嘛 风吹花就摇曳 在天上有月光 所以花下面就有影 这叫云破月来 花弄影 如果没有风 一切都无从谈起 没有风就不可能云破 没有风就不可能花弄影 所以下面就写风 你看 重重莲目 密遮灯 为什么要重重莲目 密遮灯呢 因为风大 怕把这个灯吹熄了 但尽管如此 还是风不定 感觉到 感觉到外面风不定 人出镜 也正因为人出镜 所以感觉到风不定 四周都已经安静了 没有人声了 风显得很大 这次就推测 明日落红 阴满尽 就这么大的风啊 到明天的路上啊 一定有很多的落花 这么大的风 还不把落花吹掉啊 所以这个作品 它就是桑春嘛 它桑春体现的是一种 时间意识 体现的是一种 对生命的珍惜 所以这样的作品 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 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是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和八十年代的初期 讲到这类作品 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情调 只要是讲到这类东西 就是资产阶级情调 后来有些人明白了 为什么这好日子 都归到资产阶级那里去了 只要是说 讲一讲生活当中的享受 比方说女孩子穿得漂亮点 就是这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 后来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无产阶级 就不能穿得漂亮点吗 所以后来就不再说小字了 现在小字还成了一个很时髦的字眼 是吧 说哪个人有小字情调的话 那说明这人还挺可爱的 我前天看了一个报纸说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她还开博客 她退休了 她上午就是买菜 买菜回来之后 她在家里写博客 这叫什么呢 小字情调嘛 是吧 这就可爱 这不古版 所以这个作品呢 现在就很受欢迎 是吧 现在很受欢迎 这个作品呢 它这个 它是一首商春之作 非常细腻的写了一种 似水流年之感 和喜花之情 这个作品的名句是什么呢 就是云破越来花龙影 它就因为这一句而出名 所以古代的人出名呢 它比现在人出名容易一些 首先因为古代的人少 第二 古代的资讯不发达 所以一句诗 一句词就可以出名 现在有些人呢 为了出名呢 有些当然是很容易 一夜成名 但是呢 也很灭 泡沫 所以有的人为了成名呢 这挖空心事 我看到那个芙蓉姐姐和凤姐 我就想 我是知语嘛 这又出名了 那凤姐据说都出国了 凤姐出国了 你们知道吧 你凤姐 你说凤姐这人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好 或者说他坏 我们只能说这个人在追求名 要追求名呢 先就告一个很雷人的新闻 一般的博士和海归 还不入我的法眼 那想到这个人呢 恐怕就是个财貌俱佳的家人吧 再一看 哎呀 这样子 这不是很雷人吗 这就出名了 其实他就是为了出名 我一看 我说凤姐 我看的人长相 看了 我就觉得 这不是一个坏人了 凤姐不是坏人了 他就是要出名 这多难啊 现在传播学的专家讲 他说在这个资讯极为发达的时代里面 每个人都有出名的机会 但是平均每个人出名的时间 只有五秒钟 很快就会被遗忘 你看凤姐 很快就不会被遗忘了 芙蓉姐姐 比他的历史还早一点 也被遗忘了 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人叫西里哥 西里哥你看 你们基本上忘记了吧 他出名的时间很短 他不像古代 古代一个人出名之后 可以往里面一千年 你看云破月来花弄影 出名了 到现在 我们还在练他 他这个农业社会 他就有这个特点 因为他的资讯不发达 人口又少 写了个好作品 就大家知道 你说难道我们13亿人口的国家 每天就不能产生点好句子吗 我相信有 也不是没有天才 人多了 资讯太发达了 被淹没了 所以在生活在这个时代不容易 首先表现在出名不容易 出名不容易 出名不容易 是吧 你看 是吧 这个你看他出名 你看 举个例子 这胡仔的调息语影重画 他引了这样一段记载 说张子也郎众 以岳章善民一始 岳章就是歌词 因为歌词写得好 善民一始 宋子经上书奇奇才 宋子经就是宋奇 宋奇不是写了一个作品叫 《红杏之头春意闹》吗 好 那个宋子经呢 他做到了上书嘛 他就奇奇才 对 张仙呢 另眼相看 就往仙往见之 就是我要去拜访张仙了 你张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囊官啊 用现在的话来讲 不过是个处级干部啊 而且宋子经做的上书呢 是正部级干部啊 一个正部级干部去看个处长 还先往见之 先去 去之前呢 还要派先遣部队 就是遣江命者为业 就是你先去传话 说我要来见他了 这个人就传话说 上书于见 云破越来 花弄影囊中 你看名字都改了 叫云破越来 花弄影囊中 张子也听到了之后 就张仙听到之后 在屏风后面胡曰 得非红杏之后 春意了上书耶 这难得 这不就是红杏之后 春意了上书吗 当然很高兴 谁出 自久敬歌 又喝酒 又听歌 盖二人所举 接其景策影 那现在是这样 大家讲起张仙 就是说 他有一个名句 叫云破越来花弄影 讲起宋奇就说 他的名句是 红杏之后 春意闹 所以一句诗 或者一句词 就可以成名 那么这句的好处 在哪里呢 古人都说好 好 但好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要站在 现代美学的角度 稍作分析 好在哪里呢 我认为就是写下 写出了月下花影的 摇曳姿态 这个花影 它是很谦细的 很优美的一种形象 这种形象 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静态的写 一种是动态的写 是吧 那通常情况下 当然是动态 比静态更好 所以他在写出了 云破越来 花弄影 花弄影 那就是动态嘛 就是摇曳之之嘛 所以王国伟一说 云破越来 花弄影 着一弄字 而境界全出也 如果他要没有一个弄字的话 那他就是静态了 有一个弄字 他就是动态嘛 所以王国伟一说 用一个弄字 境界全出 这味道就出来了 这王国伟一这人的审美感觉 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不是说过吗 等大家把我这堂课听完了之后 我建议你们再去读 王国伟一的人间词话 你要读了唐宋词 听到我讲的唐宋词 你不读读人间词话 那境界还没有出来 知道吧 所以说这就是说 这个弄字就写出了 花异的动态感 你看 韩世节 马上我们就要到韩世节了 4月8号是不是 4月2号吧 今天的韩 好你们不知道韩世节 清明节应该知道吧 4月9号啊 4号 4号的话呢 韩世节应该是2号左右 他一般是在清明节前的 一到两天 古人计算韩世节啊 他是这样算的 从冬至那天算起的 第105天 从冬至那天算起 往后数105天 就是韩世节 这韩世节有时候 他就在清明节中间 你看这里叫吴欣寒诗 吴欣就是现在的浙江的湖州嘛 当时86岁了 你看啊 86岁还写出这么好的作品 以某吴欣寒诗 这以某是哪一年呢 宋神宗 西零八年 就是王安石在搞改革的时候 王安石搞改革的时候 许多人都反对 其实王安石改革的时候啊 那张仙这些人不照样在那里听歌啊 写词啊 喝酒嘛 并没有触犯到他的 这些人的利益嘛 是吧 你看他怎么写啊 木兰花 一某无心寒事 龙头这母 吾而尽 笋柱秋千 游女病 方舟实翠 木王归 秀也踏青 来不定 行云去后 遥三明 已放生个慈愿静 中庭月色 正清明 无数洋花 过无影 他想清明叫龙头这母啊 就是要玩龙舟嘛 这个龙舟呢 他做得像这母舟样 什么叫这母舟啊 这母不就是一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种生物吗 很多同学可能小时候 就在那些草坪上去捉过这母 这母就是比较窄嘛 翅膀比较长嘛 现在他说这母舟啊 就是这个龙舟啊 它是窄窄的长长的 我们现在珠江三角舟 我们看到的龙舟 也是窄窄的长长的 这叫这母舟 龙头这母 无而尽 无地啊 就是江苏那一带 这叫吴啊 这吴儿他们就要开始晒龙舟了 韩世节就要晒龙舟 不像我们这里 一定要到端午节才晒 韩世节晒 那么女孩子做什么呢 当鞦韆 顺住鞦韆 愿意游女病 这个鞦韆家呢 就是用竹子 竹膏子 栽着两根竹膏子 上面再横着一个竹膏子 就可以是 晃悠起来了嘛 它不需要那么复杂 是吧 顺住鞦韆游女病了 就是什么呢 所以当鞦韆了 还不是一个女孩子 至少两个女孩子 所以叫游女病嘛 好 这女孩子当完了鞦韆之后 她在干什么去呢 她亲去 方舟时翠 目王归 应该是王 王纪的王 目王归 翠就是翠鸟的羽毛 这些女孩子们 她们到这个舟子上面 长满了野花 野草的舟子上面去 捡翠鸟的羽毛 因为古人把翠鸟的羽毛 捡来还是作为装饰品的嘛 她插在哪里 她可以插在花瓶里面 是吧 作为一种装饰 这叫做 因为她时轻 因为她时轻 晚上了 这是夜幕已经降临了 她还没想到要回去 就说明很尽心 很尽心 秀也踏青来不定 他们在捡翠鸟的羽毛 实际上就是在踏青嘛 秀也就是很秀丽的原野 踏青嘛 是吧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你们在晚上 吃了晚饭 或者下午的时候 就到珠江边上 走一走 踏一踏青 别一天到晚 一脑子在那里去背外语 那种东西没用的 是吧 秀也踏青来不定 人家 古代的女孩子 人家玩得多么快乐 她也不用做作业 还不用参加考试 是吧 下篇 行云去后摇山明 这行云在这里 就比喻那些女孩子 她们像天上的行云一样的飘逸 她们走了 她们回去了 回去了这山呢 就黑了嘛 业务就完全笼罩了嘛 就已经到了晚上了 以放声歌 慈愿间 什么叫放声歌呢 就是歌都不演奏了 就时间进一步的晚 声歌也不演奏了 慈愿也安静起来了 慈堂啊 园幽啊 都安静下来了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什么呢 原谅 中庭月色 正清明 在院子的中央啊 有一能月色 正清明 无数洋花过无影 在月光下面 有些洋花 就看着飘起来 洒落下来 他写的这种镜子 也是一种动态 你看 这个韩世节的人们的生活 就很丰富 是吧 男人们可以去晒农舟 女孩子们可以去荡秋千 荡完了秋千之后呢 再去拾翠鸟的羽毛 再去踏青 这就是生活嘛 如果老师像我们这样 天天上班 如果是工作了 就天天上班 如果都大学了 天天做作业 考试 老搞这些东西 是吧 其实生活本身也是学习 所以这样好作品很多啊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我再讲 跟大家讲一首 张仙写爱情的啊 你看 《易从花令》 还是我跟大家读啊 三高怀远 几时穷 无物是勤隆 泥仇阵 千是乱 更东莫 非絮蒙蒙 诗迹见遥 真诚不断 何处任囊中 双缘迟早 碎融融 南莫小饶通 天横画阁 黄昏厚 又还事 霞月莲笼 诚恨细思 不如陶信 有解驾东风 是吧 又失恋 又后悔 他写的就很细腻 三高怀远 几时穷 那就是不是一次两次了 长期以来都是要三高怀远 什么叫怀远呢 就是自己所失恋的人在远方 所以在怀远 为什么叫三高啊 因为你登上高楼 你就看见远方嘛 而远方的人又不能回来 所以就三高嘛 所以三高怀远的日子 几时穷 无物是情浓 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 像人的情感这样浓的 泥仇阵影千丝乱 更东莫非絮蒙蒙 所以这个时候人呢 正是满怀愁绪 就像那些自私呀 欲滋欲坟 欲滋欲乱 这叫泥仇就像千诗一样的 分难的时候 边边还看到春天的落花 更东莫非絮蒙蒙 东头的小路上啊 非絮蒙蒙 说明春天又过去了 四季见遥 真诚不断 何处任囊中 这时候他看见很多人骑马过去了 四季啊 就是名叫做的马嘛 很多人骑马过去 渐行渐远 这叫四季见妖 真诚不断 这马路上啊 一路真诚 真诚不断 何处任囊中 到哪里去寻找你的终极 下篇写他的那个 生活的那个小环境 小院子 双渊迟早 水融融 大家注意这个双渊呢 所以这人的幸福指示啊 还没有动物高 这动物经常是沉双沉对的嘛 据说这种鸳鸯鸟啊 它是沉双沉对的 它不分离的 但我前一次看这个材料啊 说鸳鸯也开始分离了 我跟你讲 这四道人心啊 这沉温点 连鸳鸯它也分离了 还不像过去那样的 对爱情那么专一了 但古代的鸳鸯它还是很专一的 你看双渊嘛 双渊迟早 鸳鸯你怎么叫鸳鸯 鸳鸯你叫沉双沉对嘛 你不沉双沉对 你叫个什么鸳鸯啊 鸳鸯在迟早里面 你看沉双沉对的 在水里面在泡着了 水融融啊 水在荡起 轻微的涟漪 南墨小饶通 南边有一条小楼 饶啊 就是小船嘛 梯横画阁黄昏后 这是指它居住的地方 居住的地方是在一个画阁 一个很精致的小楼上面 上面还横着一把梯子 黄昏后 又凡是狭月莲笼 你看这个时候 又是一人狭月 照着自己的窗帘 这不是让它晚上又睡不着吗 是吧 刚刚商春 现在又月光要照着它 所以就觉得 尘恨细事 不如陶杏 有解 驾东风 啊 这还不如像桃花杏花呢 他们就驾个东风 驾了就驾了 多好啊 是吧 你现在自己呢 还耽误自己了 这本来是人家写了个荷花的 啊 写了个荷花 你看那荷花 荷花它不是夏天 在开放嘛 到秋天就衰败嘛 是吧 所以还是就憔悴 所以还不如像桃杏 桃杏还可以驾个东风 驾个东风 怎么说也比驾个西风 怎么驾个秋风 要幸福一点吧 啊 所以古人说 当年不肯驾春风 无端却被秋风 是吧 当年不肯驾个春风 现在被耽误了了 就像有些女孩子 当年班上有男同学追我啊 我总是不答应他们 现在这好了 嫁个社会上的这么一个人 这就叫 当年不肯驾春风 无端却被秋风雾 但我不是这个观点 我觉得 这个我们班上的 我们一个年纪的同学 不要不要去结婚 是吧 你这个这个这个婚龄差啊 太小了 是吧 那女同学你也不要找她 班上的男同学 你的丈夫在社会上 已经工作好多年了 那班上的男同学 你也不要找女同学 你的妻子现在还在得幼儿园 是吧 你要有婚龄差 要有婚龄差 这个婚龄差 根据我们的研究 这个男人比女人 至少要大五岁 是吧 所以有些人就是拿这句话来说 我刚才是引用这个话 是为了让大家了解 诚恨细施 不如陶性 有解 驾春风的这句话的意思 然后我举了个例子 我不 那有些人他解释了 他就是这样 说这些女人不经常后悔吗 说当年她那么追我 我都没有嫁给她 现在再好了 现在嫁了个什么人呢 欲人不熟 所以有人就 说当年我大学同学 我中学同学那么好 追我 追得那么苦 我引用这个例子 是为了让大家理解这首诗 我不是宣传这样一个婚姻观点 会计划